將由地主隊 AC台北 台北競技 要來對上來訪的台灣石虎 這也是兩支球隊在這個賽季的第二次交手了 台北也會希望 能在這場比賽中獲得一些積分的機會 一掃 對於球隊的影響跟穩定軍心的作用 一定重要性是非常的高 其實真的非常可惜啊 如果 哎呦 這一球 直接在禁區裡面的一個起角射門禁了 現場A4台北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確實剛剛看起來是南山崗智要回傳給劉勇富 那在比較危險的狀況下去做一個往回側的回傳 就像剛剛看到的 如果說你不小心 好好的傳幾球看看 在這一邊南山崗智在右路的這一球傳球傳中 在禁區一時間 但是球進了 剛才第一時間打在了門將 師兄在身上擋出來 不過最終 還是 讓AC台北 黃聖傑 把這球給送進了 台灣十虎的球門 1比1 哇 黃聖傑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這幾場比賽都有進球的表現 哇 那師兄擋得下第一球喔 不過很可惜又彈回到了黃聖傑的腳下 哇 剛才李中陽的這一頂頂的真是太到位了 好齁 李中陽要記上一個助攻啊 對 用頭頂的這個助攻而且位置也取得身體上的優勢 是蠻容易的一件事情 這邊的這個球 結果頂進了 哇 這個頭錘百度 太神奇了 看到南山剛志 哇 哇 在整個球門右側沒有人防守他的情況之下 看到在張正斌的這一個掉球 哇 這一頂頂遠柱耶 沒錯 詩欽安其實有瞬間的位移喔 去對南山剛志的一個面向 不過頂的球真的是非常的刁鑽喔 因為也怕南山剛志停球之後來打進柱 對 因為停球一瞬間 停球的黃聖傑 哇 現在被換下去了 沒錯 是換上17號的陳毅妍 然後在左側這邊的 左路的船中 但是還是沒有能夠送到隊友的一個腳下 對 哇 這邊反過來李中陽 哇 小跑車又來了 李中陽自己帶球殺進到進區之後 這一個轉移 哇 這邊再度的一個高空球 被黃澳凱單全錘了出來 哇 錘出來其實沒有及時的站起來 不過十五隊的射門是揮棒落空喔 黃偉傑 這次的帶球被魏佩倫斬了緊緊 球衣的台灣十虎 湯愛瑞在場上指揮隊友 但是這一次的傳球被張正斌給斷掉 張正斌直接傳給前面李中陽 李中陽自己帶球的一個射門 哇 詩欽 五龍銘 並不急著傳 先盤一下 這角給進去沒有越位嗎 結果打空門 但是打到了左邊門柱彈出來 哇 太可惜了 三起直直的一個停球球又被包掉 在這邊 機會出來了 但是 剛才看到馬紹婷啊 年輕球員對一球的處理經驗可能還是略嫌不夠 沒錯 剛剛確實不夠果斷 不然其實已經到了發球點球區內 沒有射門相當可惜 在這邊結果被李中陽把球給斷掉 李中陽現在形成一個單刀從左路殺進來 做一個傳球 但是這一次的射門 對的更好一點 對 下半場其實 石虎的進攻蠻仰賴他的左腳 這一球進了 這個高空球看到李品賢頂了一下之後 在這邊 最後這一腳算門被華爾凱給擋了出來 第二腳也是射噴喔 那現在比賽最終的哨音春一響 這場比賽 最終台灣石虎跟台北競技 AC Taipei是2比2握手沿河 為什麼 是2比2握手沿河 原民是手沿河 1比2握手河 1比2握手沿河 2比2握手沿河